我就是通过她那双眼睛认识她的 是我记里面的样子 女孩五岁时被人贩子3500块拐卖 直到26年后再次找到回家之路 不幸的是 当她历经千辛万苦 满怀希望地回到家乡时 却发现朝思暮想的亲生父母 因为她的被拐一遇而终 我找回来之后 我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谁将女孩偷走 最后拐卖她的人贩子 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莫看见面平如镜 要玩水里万丈深 欢迎来到解密日记 我是超人 1990年 一个可爱的女孩出生在贵州省碧杰市织金县 父母给她取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叫做杨牛花 她的出生为这个小家庭平添了莫大的幸福 杨牛花有一个大三岁的姐姐 名叫桑英 一家四口温馨幸福地生活着 大约在杨牛花三四岁的时候 父亲杨新民想着给一家人更好的生活 萌生了盖房子 重新装修家里的打算 为了能多挣一点钱 就带着妻子姐妹两人一起去往贵阳 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 因为正值城市化进城最火热的时期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 大家租住到一起 环境很差 人员构成复杂 牛花爸爸杨新民知道两个孩子都不大 租住的地方又在贵阳火车站附近 鱼龙混杂 害怕孩子走丢或者是被人贩子拐走了 父亲多次跟两个女儿强调 得记得全家人的名字 就在家门口玩不能远走 在家里也是直呼家人姓名就可以了 在附近的训练下两个孩子对于保护自己 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然而世事难料 尽管父亲杨新民想的已经很周全了 可千算万算千房万房小女儿牛花还是丢了 人贩子一扫就盯住了杨家的孩子 丢失的过程也挺令人意想不到 在牛花五岁那年 杨家租的民房隔壁搬来了另一户人家 那是一家三口 这家人男的姓公 女主人叫于华英 也有一个小女儿 都是邻居很快两家人就有了交集 清清楚就第一天就到我们家借个碗筷子 不是刚租房子吗 没买 然后就借了 后来还了 爸爸妈妈就让他 我们叫他大伯大伯女 于华英先是到杨家来借碗筷 归还的时候 会额外拿些水果零食给杨家的小姐妹 一来二去 杨家姐妹跟邻居于华英的女儿就熟络了起来 偶尔两家孩子会在一起玩 一次牛花去到于华英家里玩 于华英笑眯眯地蹲在牛花面前 询问想不想要点什么礼物 杨牛花之前在老家的时候 看大人织毛衣 她学会了 一直想要个织毛衣的签子 就和于华英提了题 到了第二天 牛花姐妹两个人独自在家 于华英又来了 进门看见牛花就说 你不是想要织毛衣的签子吗 阿姨带你去买吧 牛花很高兴 桑英年纪稍大一点 劝牛花不要去 杨牛花也没听 跟着于华英就走了 一大一小两个人 哪是去买签子 于华英直接把牛花带到了火车站 坐上了绿皮火车 一路向北 他们的目的地 是距离贵阳1642公里的河北邯郸 刚上火车的时候 牛花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对 可火车越开越远 天也黑了 他开始想家想爸爸妈妈 哭喊着不想买东西了 想让于阿姨赶紧送自己回家 我第一次反驳的就是说 我要回去 他就开始凶了 他就说你要是再不听话 拉开那个火车的玻璃 他说就把你从这扔下去 这边说着 另一边于华英 拉开火车上的窗户 坐视要扔 五岁的牛花 害怕的不管哭出声 假装乖巧的跟着于华英 来到了河北邯郸 借住在一个名叫王国富的男子家中 随后的几天里 于华英开始不停的联系买家 想尽快把杨牛花卖出去 可一直没碰到合适的 主要是杨牛花是个女孩 大多数想买孩子的 都是想买一个男孩 耽搁的时间越长 花费越多 变故也越多 于华英颇为的烦躁 自然就更不待见小牛花 为了省钱也不给杨牛花吃饭 邯郸要比贵阳冷很多 也没有给小牛花穿上一件厚实的衣服 在小牛花的记忆里 一直清晰的记着 在找到卖家之前 自己孤单的站在北方农村的小院里 因为穿的太少 不得不一步一步的挪着脚 追着太阳的事 下了火车 他曾经对我拳打脚踢 包括到后面到了中间人家 我不知道是因为女孩不好卖 还是什么原因 然后他还曾经拿开水烫我的头 住了几天之后 于华英终于找到了 愿意买杨牛花的人家 这家人情况也比较特殊 家里面是母子两个人生活 母亲有60多岁 带着30岁的聋哑儿子 家庭条件非常的差 儿子的婚事一直是母亲的心病 可是没有钱 儿子又是聋哑人 很难找到媳妇 转眼儿子也到了30岁 知道娶妻无望 老母亲就退而求其次 不行给儿子买个女儿吧 女孩吃冷吃热 等儿子老了 至少有个养老送中的人 就这样七拼八凑 这家人一共拿出了3500块钱 就把5岁的杨牛花从贵州人 变成了1000多公里外的河北 邯郸人改名李苏燕 卖完了杨牛花 于华英就准备离开了 离京前 于华英还骗杨牛花说 自己过几天就会来接她 年幼的杨牛花信以为真 老老实实的在买家家里住了下来 她一直等着于华英来接自己回家 回到父母的身边 但她没有想到的是杨牛花再也见不到父母了 她的人生自此彻底被改写 在河北邯郸的家里 杨牛花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为是花钱买来的孩子 杨奶奶一直对给出去的那笔大钱耿耿于怀 很多次她会在杨牛花干活时不停的念叨 要她快点长大 好挣钱还给她 杨父这边对牛花也不欢喜 原本母亲是准备给她娶媳妇的 现在用这个钱买来了牛花 媳妇肯定是娶不成了 怎么可能高兴得起来 这样一种家庭组合 压抑的环境 只有五岁的牛花每天战战兢兢 小心翼翼 早早就学会了帮家里洗衣服做饭 下地干活 生怕惹奶奶不高兴 但也免不了被杨奶奶和养父打骂 越是这样 幼小的杨牛花越是忘不了 在亲生父母身边的日子 因为当时物资匮乏的关系 家家户户条件都不好 可牛花一直记得 自己和姐姐不太愿意吃 掺杂了玉米粒的糙米饭 家里一直都是吃白米饭 牛花爱吃鸡腿 父亲杨新民总会一只手抱着她 一只手拿着鸡腿 耐心的一口一口的喂她吃 爸爸妈妈那么爱她 现在一切都回不去了 如果说身体上的痛苦 杨牛花还能忍受 可那些精神上的嘲笑和歧视 在她的心中留下了极大的阴影 杨富士雅巴在村子里经常被欺负 牛花来到这个家得到了同样的待遇 每次杨牛花路过村头 总会引起村里人的嘲笑 看到没 这是哑巴她娘买来的小媳妇 牛花也不敢争辩 只能低下头快步离开 仿佛是自己做错了事一样 杨牛花无法忘记 一次杨富骑着自行车 带着她穿过孙子的时候 牛花无意中一回头 看见几个村里人聚在一起 对着她和杨富指指点点 从那之后 不管去哪杨牛花宁肯自己走路 也不想坐养父的自行车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 杨牛花懂事很早 她知道改变现状只能靠她自己 所以就拼了命的学习 几乎次次都在班上考第一名 可学习之路还未开始时 就已经结束了 在杨牛花读六年级的时候 杨奶奶得了一场重病 孝顺的杨牛花在奶奶身边悉心的照顾 但她没有想到的是 等到杨奶奶病好了 杨牛花想重新上学时 家里来了一个客人 当时杨奶奶正好要拿钱给杨牛花交学费 客人一看到杨牛花的眼睛 就对奶奶说 这女孩水灵灵的大眼睛炯炯有神 一看就是个聪明有想法的孩子 客人就建议杨奶奶不能让孩子读太多的书 像这样的孩子要是有出息了 肯定就不回来了 客人轻飘飘的一句话 杨奶奶真的听进去了 多年的相处 尽管牛花乖巧听话 杨奶奶仍是没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孙女 害怕孩子有了出息后 真的离开了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 自此之后 奶奶不给牛花拿学费了 杨牛花十一二岁就离开了校园 每天生活在满是谣言的村子里 根本没有希望 好在住在养父隔壁的大娘 感觉杨牛花孩子太不容易 就提出 不行放孩子出去打工吧 别把孩子关在家里 那一年杨牛花只有13岁 这么小的年纪 别人家的孩子还在上学和父母撒娇 杨牛花已经来到了一家雪糕厂 当起了女工 2003年杨牛花在雪糕厂 一个月能挣270块钱 虽然挣的不多 但杨牛花很高兴 她自己能挣钱了 虽然要工作可精神上是自由的 你在那儿的话 你就阳光 你去大笑 你去开玩笑 别人都不会觉得你这么惨 你还笑什么笑 所以觉得在外面还是比较轻松的 你只管往家打钱就想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想 在雪糕厂工作了一段时间 杨牛花又换到了一家超市打工 如此十年间 杨牛花在社会底层打拼 一个没学历 没依靠的小女孩 到底吃了多少的苦头 是我们外人很难想象的 对于杨牛花来说 一个念头一直萦绕在她的心中 是不是在亲生父母的身边 自己就不用过这样的日子了 随着一天天的长大 杨牛花萌生了寻亲的念头 她想回自己的家 想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 五岁的记忆已经模糊了 她想问问亲生父母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么多年 为什么不来接自己 是不是不要我了 可惜的是 那个年代 杨牛花想寻亲 都不知道怎么办 直到有一天 在一家工厂上班的杨牛花 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名叫 宝贝回家的栏目 看到电视上那些寻亲者们 杨牛花也动了寻亲的念头 但她没想到的是 就像当初辗转千里来到邯郸一样 她的回家之路 同样曲折漫长 这么多年 我真的是吃了苦的呀 但是这些苦要给谁讲 我就等着回去 想给父母讲 我想埋怨他们几句 我想说 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找我 你们知道这些年 我是怎么咬着牙 长大 长到现在的 我是玩了多少个心眼子 我是挨了多少吗 挨了多少的 挨了多少的流言蜚语 然后再活到现在呢 我都想给他们说一下 2012年 为了能够找到亲生父母 杨牛花主动把自己的血型和DNA 输入到了打拐血库 她还主动和志愿者联系 希望能够尽快回家 但可惜的是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 都一无所获 这期间 杨牛花创业了 开启了美容院 有了自己的事业 2009年9月结了婚 找到了疼爱她的老公 共同养育了三个孩子 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童年的经历 对于找回家人的渴望更加强烈 2021年的4月 等待多年的杨牛花 真的等不及了 随着短视频的兴起 陆陆续续杨牛花看到了 有些人通过视频寻亲成功 也开始尝试着 在网络上发布寻亲的视频 并配上了自己到养父家 一个月后拍的第一张照片 杨牛花剪了短发 戴着粉色的帽子 坐在摩托车上 已经三十出头的她把五岁时模糊的记忆 统统整理出来 发布在网络上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里 杨牛花又陆续发了十多条视频 最后更是本人出境 讲述了自己身世的故事 大家的网友们 我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我是一名被拐儿童 我出生1990年左右 在1996年的冬天农历 11月底拉月初被拐到河北邯郸 我记得我是跟着父母 在他们打工的地方被拐走 我父母在外打工 带着我和姐姐租了一间房 在二楼 隔壁新来了一个邻居 是人贩子 跟我换手之后把我带走 我记得我爸爸好像叫杨新明 我叫杨妞花 杨妞妞 我姐姐的名字 我不知道是不是她名字 我就喊桑英这样的发音 我外婆 我喊外婆是阿布袋 阿布袋这样的发音 喊妈妈是妈依 妈依是这样的发音 我记得我老家是住山区的 离火车道很近 站在猪圈上 可以看到一个集市 还可以看到一个大山 山上面有一个山洞 那个洞周边都是被植物 都长满了植物 跟山上植物一样 从小我经常就是在院子里面 等我姐姐放学 我姐姐下学的时候 她会从上坡走下来 具体学校在哪里 我不太清楚 我当时还没有上学 我希望大家帮我扩散消息 让我的家人看到 帮助我早点回家 谢谢 长久的坚持 确实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大家纷纷评论留言 判断讲述中可能出现的蛛丝马迹 给杨妞花的身世提供了很多线索 更重要的是 这条视频竟然被杨妞花的唐妹刷到了 唐妹比杨妞花还要小 她从小就听家里人讲 有个唐姐被拐的事 看到短视频的唐妹 第一时间联系了杨妞花的姐姐桑英 1996年被拐 25年之后 姐妹二人再一次取得了联系 杨妞花内心狂喜 原本那些记忆没有错 她急切地想要知道 父母这么多年 为什么没来找她 为什么不接自己回家 可从姐姐那里得知家里的情况后 杨妞花的心由天堂跌落到地狱 原来杨妞花一失踪 父母就急疯了 邻居一家大门紧锁 信息也不知道 父亲杨欣敏只能带着被子 每天都睡在贵阳的各个汽车站 火车站 为的就是能找到杨妞花 几个月后 怎么找也找不到 父母无奈之下 只好带着桑英回到了老家 父亲始终无法忘记丢失妞花的痛苦 每天靠酗酒来麻痹自己 而母亲呢 杨妞花失踪不久就精神失常了 她经常半夜跑出家去找杨妞花 甚至有一次打着点滴 就不顾旁人的劝阻跑了出去 嘴里还一直念叨着 妞花在叫我 桑英比妞花大三岁 妞花被拐时 只有姐妹两个人在家 为此 桑英也一直自责是自己的原因 弄丢了妹妹 原本幸福的家庭没了希望 没过多久 杨妞花的父母都因为承受不了 失去女儿的痛苦 离开了人世 杨妞花的父亲离开时只有39岁 母亲只有32岁 姐姐桑英没有了父母 就和外婆舅舅住在一起 同样很小就不读书了 开始是在家里帮助外婆干点农活 但她不想拖累家人 13岁就开始在工地工作 15岁开始外出打工 家里的舅舅外婆对桑英不错 可在桑英的心里 觉得自己对于亲属是多余的 是累赘 她害怕自己拖累家人 打工再苦再累也能忍受 在之后的多年里 桑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为了生存全国各地打工 她没读过什么书 懂得不多 自卑很怕麻烦人 桑英的生活甚至比妞花还要苦 当了解了这些经历之后 杨妞花实在是太难受了 她恨自己当初年龄小 怎么没早点找到家 又恨人贩子 一想到父母寒恨人中一家人家破人亡 她发誓一定要为父母讨回公道 更要让人贩子付出代价 杨妞花一定要找到人贩子 这个决定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大家都觉得已经是26年前的事了 这么多年过去 人贩子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追查起来很麻烦 就算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 都劝杨妞花别费那个劲了 可谁也没说动杨妞花 她对人贩子的记忆有些模糊 但来到邯郸后 中间介绍人王国富是邯郸本地人 已经90多岁了 在最开始寻亲的时候 她就联系过王国富 可对方一直什么都不肯说 现在已经寻亲成功了 再次追问中间人 王国富只是推脱 记不清了 只知道杨妞花是小鱼带过来的 小鱼简单的两个字勾起了杨妞花 埋藏在内心的隐秘 她脱口而出 鱼华英 刹那间她就想起了当初拐卖自己的人 就叫鱼华英 为此在相认的一年之后 杨妞花来到了当时的案发地贵阳 进行了报案 警方对案件极度的重视 派出了多个工作组 在贵阳 邯郸等地展开调查 很快 一个叫张云的女人 走进了警方的视野 这个张云曾在贵阳和邯郸生活过 2004年因涉嫌将云南的儿童拐卖到邯郸 被云南警方抓获 勿余八年 经减刑 2009年刑满释放 张云与鱼花英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警方调取了张云的照片 请杨妞花进行指认 在众多肖像中 杨妞花一下就指认出 张云就是鱼花英 2022年的6月30日 警方在重庆将云花英成功地抓获 在经过与中年人王国富多次沟通 深入的调查后发现 仅从1993年的1月到1996年的10月 三年多的时间里 云花英拐卖了11个孩子 有8个家庭 因此骨肉分离 一直生活在失去孩子的悲痛中 其中有三次 将三个家庭的两个孩子一起拐走 云花英已经不能用人来形容他了 而导致他走上拐卖儿童 道路的原因更是令人愤慨 余花英有过一段婚姻 丈夫因为盗窃进了监狱 此后他与有父之夫龚某走到了一起 当了小三 余花英为龚某生下了一个男孩 又不想把孩子养大 就把亲生骨肉给卖了 卖了几千块钱 这个丧尽天良的女人失去儿子 没有悲痛 反而觉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财之道 就此开始拐卖儿童 有手有脚 不工作赚钱 为了一己私利 偷孩子 卖孩子 他的罪恶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余花英必须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2023年的7月14日 余花英案在贵阳开定审理 杨妞花作为证人 也发起了民事诉讼 余花英你还认识我吗 因为余花英犯有重大且不可饶恕的罪行 法院一审判处余花英死刑 随后余花英提起了上诉 两个月后二审还停 余花英当庭认罪 说自己犯罪是因为太过年轻时 杨妞花立马义正严死地告诉她 正是因为她自己的母亲32岁 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余花英立马闭口不谈 余花英说 她当时年轻管买了我 但是她当时在管买我的时候 她一直30多岁了 她觉得她自己还年轻 走错了路 但是我的妈妈32岁的时候 她就已经躺在了本里头 余花英偷我的时候 她的年龄比我的妈妈年龄还要大 辩护人提出 余花英有自首情节是否量情过重 可这是重与不重的问题吗 案件审理期间警方也没闲着 又发现了余花英还涉嫌其他拐卖儿童的案件 不只有11个孩子被拐卖 仍有漏案没有被提报 2023年的12月27日 二审裁定发回重审 找出更多受害者为孩子被拐家庭 伸张正义仍在行动中 余花英绳之以法后 杨妞花跟着姐姐来到了贵阳至今县的老家 在父母坟前放声大哭 她想告诉父母 妞花回来了 让家不成家的人贩子受到惩罚了 父母在天有灵可以明目了 正是因为一直有余花英这样丧尽天良 毫无仁义之心的人贩子 很多家庭的父母和子女一直到死都没能见过面 很多父母因为丢失了孩子家破人亡 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这种天人之隔本不必发生 余花英罪该万死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 我是超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